好,我們來看 老師剛剛看到這邊 這個部分 你如果做好了 你要增加頁面的話叫做什麼 叫做這一個 增加Flame有沒有 它叫增加Flame 那你可以選按一下 它會有很多種 有沒有,有很多種 你要完全空白的就是這樣 增加Layout Layout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外觀 就是那個架構的部分 你可以按一下 它裡面也有一些架構給你選 有沒有 對不對 那你如果增加之後 它裡面你就可以去選 增加什麼樣的文字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真的 就是完全顛覆你用 用這個簡報的方法 那如果你選這樣也可以 那如果說你不要不同的 就是那個呈現方法 我要跟現在的一樣 我們就是增加這個 比如說我要增加一個框框或一個圓 有沒有 你看這個是不是一個圓 假設我這邊 增加一個圓 好 那待會呢 這個上面點一下 有沒有 增加一個 好 那麼現在呢 你可以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但是重點來了 哇 那我的簡報順序 是不是要做調整 對他來講 事實上就是同一個大張 好一大張上面 我該怎麼去做 對他來說這個叫做什麼 編輯路徑 編輯路徑 對了 稍微補充一下 老師剛剛我們這邊是不是在打字而已對不對 請問有沒有看到上面還有什麼 有沒有圖片 有沒有影片 甚至老師如果你有簡報 你也可以把它叫進來 不過說真的 我是不是沒有那麼建議各位把powerpoint叫進來 因為你泡泡叫進來 還不去就叫powerpoint 哈哈哈哈 那幹嘛還要脫一層皮對不對 這樣才會不一樣有沒有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所以呢 你看到這裡還有形狀 對不對 你也可以選擇不一樣的形狀 那 媒體的部分 你看 你也不用上傳 比如說在YouTube上面的 直接進來就好啦 我就可以點到那個畫面的時候 焦點在那邊之後 就直接play那個影片 這樣還不錯吧 照片也是一樣 你看照片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Google上面直接抓出來 或者從自己的電腦傳上去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編輯路徑 就是這一個 點一下 你會發現 原來他現在 你用滾輪 用滾輪就可以調整他的這個縮放 你可以看到12345 為什麼他都會有寫這個12345 因為就是照這個順序下來的 所以今天你要調整順序 你看簡報我們怎麼調整順序 按著他 是不是這樣 原來你就知道就是這樣而已 對不對 所以當你調整好了之後 你就在下面這邊 好像這樣 好 等我一下 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就好了 那麼 您就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解決 有沒有 像這樣 不過有一個 還可以 老師再做一個加強 什麼加強 比如說我剪掉 現在第八章這裡 如果你覺得太近 會怎麼樣 可不可以把他酷一點 可以 所以你看我覺得第八章太近 我把他酷一點點 好到這邊 好到這裡的 你可以把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 你看這裡 有沒有叫 A的Current View 就是我現在這個 收放的 這個比例 我覺得適合了 好 我就把它加進來 你看有沒有變成 新的進來了 那你剛剛這個就可以把它丟掉了 了解了吧 所以待會兒 我們在簡報的時候 做到這一張的時候 他就是停在這個比例上 因為他現在很大張嘛 我們希望他就是在這個比例上的話 你就把它 調整好之後把它加進來就可以了 這樣大家都會了 等一下 最後只剩一個步驟就是輸出 看來要怎麼做 來 我們來看最後怎麼做輸出 您可以先把這個做存檔有沒有 上面這裡 您可以先儲存起來 存好之後呢 您看右上 右手邊這邊有一個 儲存跟關閉 OK 好這個時候他會進到您的這個 裡面來用 在線上直接呈現 那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做 如果說我們連線很順暢的 其實他這裡有一個 share 那就是分享一個網址 大家連到這邊來看就好了 這是放在網路上 共用的 可是呢 如果有時候像 比如說我們現在 是比較不方便 連線不是那麼快的時候 您可以把它download下來 那這個download下來可能就要 一點點時間 你就可以這樣直接download下來 那您看呢 download下來像我昨天去這個 明道的 它就是一個壓縮檔 可是會比較大一點點 你看這個大概30 40Mbps左右 好這樣 有沒有 40幾 那沒有關係你點進去之後 它是一個有沒有 這個Flash的Player 它的資料都在裡面 你只要直接打開 然後告訴他 我要全螢幕播放 這樣就好了 那麼您在平常 如果在用的時候 你就是按空白鍵 它就會照著您的順序 原本的那個路徑順序 就繼續往下動作 空白鍵喔 嘿嘿嘿 如果你要跳脫 你就是滾輪移動 嘿就是像這樣 那離開ESC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那麼其實它本身 網站也有提供什麼 也有提供那個 桌上型的應用程式 你可以下載 不過那個就是要 Pro的版本 就是付費的 這樣OK的齁 好休息一下